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古论今 我是老潘 本来今天不想做视频了 是吗 大家有点累 然后 但是这个 Kusama这个 近拍就是他那个重贷的 这个 过程正在如火如驼的进行 是吧 如果不早点做这个视频的话 可能大家会 丧失掉某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因为有些项目的现在已经快满了 是吧 所以就抓紧时间上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KSM的 质押 重贷 首先说一下 Kusama是DOT的先行链 就是DOT这个 公链呢 它在上线之前这些项目呢 首先都要在Kusama上面进行 验证 要先上这些项目 是吧 在Kusama上面先上这些项目 然后呢 如果他们运行稳定 然后的话 他们才可以上这个DOT的这个链是吧 所以现在近拍呢 就要先对这个Kusama上的那个 平行链插槽进行近拍 现在这些谁 哪个项目 能够积累足够多的这个KSM 哪个项目呢 就可以近拍到那个插槽 然后呢 他们的项目就可以上线 是吧 然后这些项目就会出名 它们的币呢 应该也会 跑得比其他币要快 是吧 这就是这个KSM 它的插槽近拍的意义所在 是吧 对我们而言呢 这应该说是一个金矿 即使不是金矿也是一个银矿 是吧 为什么呢 我们如果以你之前用那个很低的价格买了KSM的话 你就可以拿去借给这些项目 然后他们如果近拍成功的话呢 质押一年以后 他们就会把KSM还给你 同时也会把这个 他们的自己的币种 作为利息发给你 是吧 而且这些利息呢 他们有可能就是近拍成功之后马上就发 甚至也有可能是近拍成功之后呢 每个月不断的 发给你 是吧 之前那个Moon River 就是发给你之后 发给那些 重贷的那些人借给他们KSM的人之后呢 他涨了7倍 是吧 所以大家想想这里面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好 稍微跟大家简介一下 是吧 然后呢 要首先第1个 你要有一个 我之前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我讲过一个 这个 KUSAMA的这个 近拍的方式 是在KUCOIN上面的 是吧 好 这是我那个频道里面 这个是两个月之前做的 KUSAMA这个平行链插槽近拍 如果你嫌麻烦 不想用这个KUSAMA的钱包自己做的话 你就可以去KUCOIN上面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怎么近拍上面已经说过了 现在我们这个视频里面说的呢 是如何用这个 去他的钱包里面 自己去搞这个KUSAMA的钱包 然后呢 我们自己去做 因为在KUCOIN里面做的话呢 很有可能你的这个给你的奖励 你要分摊给其他的 这个上面KUCOIN的用户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自己去做 可能会得到的利润要高一些 然后 这个网页是这个Polkadot的主页 是吧 他的那个JS.org 然后呢 你要跑到首先要去他的这个 Extension 这里是吧 Extension 这里有一个可以去 下他的这个 Chrome 是吧 他的钱包 然后呢 我们就 进来这就Add to Chrome 就行了 是吧 然后他就会给你装上 好 装上之后呢 他有时候不显示 说要点一下这个地方 Extension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按一下这个 这样他就会显示在这 显示在这之后呢 我就演示一下怎么去创建一个钱包 点这个加号 我这个账号呢 也就是只是拿来给大家 这个 点这个加号不行 我们点这个 这有个加号 然后呢 如果你之前有账号的话 你可以import 如果没有账号的话 就要创建个新的 就点这个create a new account 然后呢 啊 他这个 当然他这个已经把我这个地址 还有我的私钥是吧 全都 放出来了 是吧 所以这只是给大家做个演示 那我是不会用这个 钱包的 是吧 所以你 你喜欢去 把这个钱包拿走 也无所谓 是吧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钱包的地址 也就是所谓的公钥 这是你的这个 叫做助记词 这助记词呢 实际上它可以转换成为你的私钥 是吧 所以说这也相当于你的私钥 所以呢 这个地方你要copy to clipboard 然后呢 你要把它放到一个其他地方去 是吧 你也可以用纸抄下来 你也可以用脑子记下来 也可以把它放到个 文件里面去 但是呢 你一定要记住 你放哪了 是吧 你别搞丢了 你要搞丢了 这个钱包就不属于你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弄丢 相当于私钥 绝对不能弄丢 要怎么存储法 这是看你自己 是吧 就是这12个助记词 然后呢 它会 这个地方 彼此write down your wallet memory 它就告诉你要写下来 是吧 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最好是跟英特内隔离开 是吧 我觉得 把它收在你家里某个角落 然后呢 这里说我已经把我的助记词呢 记住了 是吧 点一下这个 然后就 next step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昨天我做这个钱包 我开钱包这个账号的时候呢 我是选了allow use on any train 是吧 但是 实际上这样是不行的是吧 实际上要选择这个kusama relay train 是吧 你一定要选好kusama的这个train 是吧 这样你的这个钱包的这个地址就变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kusama的那个 kusama那个网络上的钱包 是吧 所以说这才是你那个真正的地址 是吧 但是你的私钥呢 是一样的 但你的那个公钥的这个 钱包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是kusama 一定要记住了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写一个 是吧 Truidemo 随便写一个 然后 然后 这个密码 是吧 我就随便输 输个123456 123456 然后呢 ed account with generate seed 这样就点这个是吧 好 这样就建成了 这个地方就会写着kusama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你要是点它一下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会把你这个地址呢 给copy下来 然后等下我们要用 好 然后我们来到koucoin这个地方 是吧 我是在koucoin买的ksm 所以说我要把那个koucoin呢 要把它给转移出去 转移到我的钱包里面去 是吧 那怎么转移呢 你首先要去到你这个 withdraw这个地方 是吧 点这个withdraw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选ksm 可以再写ksm 然后去选它 然后如果你这个是在 trading account里面 你要先把它从trading account里面转到may account 然后才可以withdraw 是吧 如果你是在trading account里面是不可以withdraw的 应该是不行的是吧 现在呢 我这个 我这有四个ksm 他们现在都在这个 trading account里面 是吧 所以说这里显示可以 可以转移的是零个 是吧 所以你要先点这个 点这个transfer 先从trading变成去到那个may account 点这个 然后呢 把四个都转过来 是吧 就把它转到那个may account里面去 然后呢 这里面就有四个可以转的是吧 然后wallet.js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dot 钱包里面的这个 地址是吧 Kusama这个钱包的地址 选一下这个 然后他copy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我们就 放在这 然后network 这个地方就选ksm的network 然后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我要先转个两个 然后remark就不用写 但是费用的是0.01个Kusama 是吧 这也是几块钱呢 所以说你要多的话可以一次性转了 是吧 但是呢 我建议就是你第1笔 第1笔的时候是 是比较关键的 为了 做个小实验 是吧 你可以放 0.1个 是吧 因为他最小的 允许你转的是0.1个 所以呢 你先转0.1个 虽然这1 第1笔要花你几块钱 但是比较安全 你要看这0.1个 能否顺利的到达 你的这个钱包 是吧 然后呢 你就confirm 是吧 就可以 他会让你输入你的trading密码 是吧 那些东西你自己设置的 那些东西你要自己设置好 是吧 有时候还让你输入这个Google Authenticate的人 那个 那个 那个不断跳动的那个密码 六个数字的 然后你才能 这个 转出去 总之要转呢 就是这么个转法 confirm之后他就会 跳出来让你输入那密码什么的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 转进去了 是吧 假设我们也转到这个账号里面去了 转进去之后 要怎么办呢 下一步就是要去这个 刚才他主页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Polkadot什么的App Apps 是吧 这个是他的那个 各个网都在上面 点一下 然后稍微等待一下 你看这个钱包自动跳出来问你authorize 是不是允许 这个我们把这个 网页的这个网址 是吧 连接到你的钱包去 是吧 你就yes 我们就同意 是吧 然后他这个钱包呢 就现在就连上你这个Polkadot 这个网络了 但现在呢 我们不是要去Polkadot 以后Polkadot竞猜的竞拍的时候 你可以到Polkadot这个地方来 现在是Kusama Kusama呢 你要点一下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这有个Kusama and Paratrain 然后再选点这个Kusama 然后 这个地方是选哪一个我也 不记得了 是吧 可能是他缺少了就是这个也许就可以了 那就点这个switch 他就会给你转到这个Kusama的网 网络上 稍微等待一下 好 现在连上 连上之后 我们要确认我们的钱包是否已经连上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账号 点一下这个账号 看 好 他这里显示 这就是你这个钱包 这里面account 已经连上的是这个 是吧 就是我刚才那个初一demo 就是 这一个 J46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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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这个已经连上 然后连下之后 当然我这里没有KSM 我的balance KSM是0 但是我就做个演示 假设你刚才已经从coi转过来之后呢 这里就会显示你那个 如果你开始先是0.1个KSM 他就会显示0.1个 你第一笔你转成功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剩余需要转的 你就全都转过来就行了 然后 这就是 告诉你 你的 这就是你的 你的账号 然后 他network这个地方有一个paratrain 你点一下这个paratrain 然后 这个地方有个clown loan clown loan 这个叫做 仲贷 就大家借这个 KSM给他 你就点一下 好 点过来以后 这些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近拍的项目 是吧 非常的多 之前成功的项目呢 已经结束的就是这些是吧 那上面这些呢 现在仍然是active 就是目前仍然在近拍当 镜头当中 是吧 我们现在呢 就要借我们的KSM给这些项目 然后现在呢 我之所以要抓紧时间做这个video 就是因为有一些项目就快满了是吧 Calamary 这个现在 他要需要30万个KSM 他已经积累了20万个 所以积累三分之二 所以如果你想加入的话呢 你要抓紧时间是吧 我这个我就借给了他两个 呃 他是一个在这个 以后他会在这个DOT或者是KSM上面呢 做一个 呃 叫做这个 付款的这个项目 是吧 具体怎么个付款法 具体我也不大懂 是吧 稍微看了一下再介绍 而且他的 用的这个人比较多 支持人比较多 所以说我这个就借给了他两个 是吧 我最感兴趣呢 是这个 这个Genshiro 虽然他现在 他需要15万个 他只弄到了 1万多个 是吧 他比较落后 目前 所以呢 不知道他能不能进投成功 他如果进投失败的话 他应该会把那KSM还给你 是吧 所以说你也不用害怕 他这个Genshiro 我上个视频说过 他是一个跨链的这个交易所 所以说如果他能够做成的话呢 会非常的吃香 因为现在供链非常的多 他要是跨链能做得成 那就会非常牛逼 是吧 所以说我就也是借 要借给他 是吧 呃 然后还有这个 Bessy Lisk 这个前两天才 积累了不到1万个 今天突然间就标上去好几万个人数也涨了很多 是吧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这个项目你可以去在主页上看 是吧 这个home page你可以点一下 然后你去 这个地方看 然后说 这个地方你可以contribute to clown loan 但是你不要再在这contribute 是吧 我建议不要再在这contribute 他这 说的 这个地方钱包就会跳出来 问你要不要连接 是吧 那我们就 reject 先不连接 他这意思告诉你 你如果放一个 一个 KSM在这的话 你可以得到 六万七千五百个 最少能得到六万千五百个BSX 是吧 这是他的一个 一个币 然后呢 还另外可以得到一个另外个币叫HDX 他可以拿到两个币是吧 也就是说 也许 呃 这个项目 可以拿到两个币是吧 如果你 你去 借给他们的话 是吧 所以说似乎 还是不错的是吧 呃 然后呢 我们 但是说我 呃建议大家不要是直接不要直接去他这个项目里面投钱是吧 我们要投的话呢 要去 这个里面是吧 在这 在这个地方呢 点这个contribute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加号是吧 contribute 然后呢这个地方要写 比如说我 给他两个 那我就选两个 然后呢 就contribute 点这个contribute就就完了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 呃 基本上过程就是这样 是吧 因为我为什么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这写着 不要transfer any fun 不要把任何的钱呢 直接存到那个项目里面去 呃他让你用这个contribute 来 做这个仲贷是吧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 不要直接去他项目里面 他的理论上的项目里面呢也可以 是吧 但是他就跟那个cook里面做一样 你也许不能得到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说大家直接去这个里面做 是吧 在这个地方contribute 我也投了这个pokersmith 啊 他也是一个类似交易所 而且 听说他比较牛逼是吧 那我也具体我也不清楚 你要看一下人数啊 你看这个 clamary 他就 1万多人参与 然后呢他已经积累那么多ksm 然后这种 呃 这个 bacillisk 有6000多个人参与 然后他有1万多个8万多个 像 像这种的项目呢你就可以参与参与 是吧 呃 好基本上就是这样 呃 然后 大家要记住你现在投进去的ksm呢要过11个月 还是12个月才能拿回来是吧 然后呢 呃他的利息有可能会提前发给你是吧就是 呃他竞拍成功之后 马上就会发 或许是每个月不断的发给你是吧 每个项目不一样 呃但是呢一定会发 这是 相对其他那种 呃质押挖矿来说呢 这是更加安全 而且呢 这些相当于这些都是这些币 新币种的这个ico是吧是这个 以后这些项目呢 呃 投 这些镜头成功的项目是吧以后都是这个 DOT上面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所以说他们有一些呢会非常有潜力是吧有些 甚至可以涨100倍或者是1000倍是吧 所以呢 呃我觉得这些币种还是非常 非常有潜力的是吧 你到时候他发给你之后呢你先不要卖是吧 过个 两到三年到也许到下个牛市甚至在这个牛市他就可以发飙是吧 涨100倍然后我们就会发一笔小财是吧 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希望 好 这个视频就先说到这儿是吧如果大家有什么 疑点的可以到这个 视频下方去留言 啊 我能 我知道的话我就会 尽量的回答 好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然后想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可以加视频开头跟结尾的 电报群的qrcode 好 我们就在下期视频中再会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